台东大学105年,宁布特台风,灾损高达7000多万 教育部核定补助4800万元 校长曾耀明表示,不足之处可以校务基金支印度过难关 但是爱护学校的校友们却登高一呼 吸引了61位书、画、陶艺艺术家捐出160件作品 在东大艺朗、林峰艺朗及网路上艺卖 所得将捐作校方附件经费 这份心意令他相当的感动 这些学长姐和艺术家们此举将是学子们最佳的学习开模 我觉得最主要的心意,最主要是他们的心意 让我们学校里面很多的同仁都觉得受到他们的鼓舞按支持 现在在社会上很多的事情是这样子 这钱财是小事情 但是诚心诚意是最重要 然后心意的表达在社会上来讲的话就很多善意或者是真诚的想要来协助 可以这样表达的话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对我们的同学、学生、对他们的学弟妹来讲的会有另外一些新的境界 维希传爱书画名家继东师校友书画艺麦展 3月20号到4月10号在校区内两个艺朗进行 24号上午9点30分起 更将举行别开盛面的开幕茶会 会中邀请十位艺术家辉豪艺麦 更有包括曾心平老师等三位大师现场为人画像 欢迎大众前往东大艺朗共襄盛举 东大树画艺麦 欢迎你来 著春艺术家刘高兴画作一副48万 东大美产系学生李怡倩画作一副5000元 包括国内知名书画家陶艺家 甚至对爱名家作品标价艺麦 希望爱护东大 愿意投资学子教育的朋友 在这里或是线上与喜欢的艺术作品相遇 让好事都成双 刘热文黄青海采访摄影